不僅有高達30多條的高快速公路路線 而且,這些高快速公路的總里程數 將會超過2500多公里 等同台灣,將會有遍及全島的超密集國道路網 哈囉大家好,我是黑皮 歡迎來到交通吧 現在的台灣,有國一、國二、國二甲、國三、國三甲、國四、國五、國六、國八、國十 總共10條的國道路線 但是你知道嗎 根據1993年,國道興建工程局所釋出的 台灣未來高快速公路路網圖裡 不僅有高達30多條的高快速公路路線 而且,這些高快速公路的總里程數 將會超過2500多公里 等同台灣,將會有遍及全島的超密集國道路網 但是,當我們翻開今天台灣的國道路網圖時 就可以發現,裡面有好幾條當初規劃的路線 到目前為止並沒有實現 而且,根據當時的經費預估 這些後續路網的總建設經費 總計就高達9398億元 如果僅考量物價漲幅因素 今天如果要重啟這些計劃 光建設經費就至少高達1兆5000多億元 究竟,在1990年代的台灣 怎麼會有這麼龐大的高快速公路建設投資計劃呢 今天就跟我一起進入時光隧道 探索台灣的國道興衰史吧 這一切要回歸到1940年代說起 在1949年,國民政府簽台 在國府簽台後 將台北打造為台灣的政治、經濟與文化中心 台北市的人口更從1942年的38萬人 截至1966年已經突破100多萬 為了加強台北市與台灣北部最大商港、基隆港的聯繫 在1960年代時 政府決定興建一條封閉式公路 連結台北與基隆 當時為了紀念美軍將領邁克阿瑟 將這條公路命名為邁克阿瑟公路 簡稱為邁帥公路 邁帥公路在1960年動工後 在1964年全線通車 它不僅是台灣第一條時速超過100公里以上的封閉式公路 更是華人地區第一條汽車專用公路 緊接著在1973年 第一次石油危機爆發 高度仰賴能源鏡猴的台灣 在衝擊之下 為了挽救經濟發展瓶頸 並促進產業發展 十任行政院長蔣經國 決定推行總共十項的重大基礎建設工程 簡稱為十大建設 在十大建設中 除了中正國際機場 鐵路電氣化 北徽鐵路等等重要的交通建設之外 更決意披見 貫穿台灣南北的中山高速公路 主線頭尾端分別連通基隆 高雄兩大國際香港 而且值得一提的是 中山高速公路在基隆到台北的路段 大多是沿用原本賣帥公路的路基 並在拓寬之後 成為今日中山高速公路 基隆到內湖路段的前身 至於在內湖以南的路廊 中山高則大多採新闢路廊的方式來進行通過 除了中山高之外 為了連接中正國際機場 也在中山高速公路 興建了一條連接機場的機場支線 在1978年 中山高速公路全線通車 中山高作為全台的第一條高速公路 因此被賦予了國道一號的準式編號 接續在1980年 連通到中正國際機場的機場支線 也完工通車 在中山高全線通車之後 原本來往基隆到高雄 約8小時的車程時間 頓時縮減到只要4個小時 台灣南北行車時間的縮短 不僅帶動台灣經濟快速成長 更使台灣的成績運輸需求大幅增加 根據運援所的統計 在1980到1986年間 台灣高速公路每年的交通量 大多都以10%到20%的幅度快速成長 為了應應未來龐大的公路運輸需求 高速公路局在1982年 提出台灣區國道高速公路系統 中長期計劃除以 為台灣之後的高速公路網規劃 奠定了大致的輪廓 在計劃中 打算以北部、中部、南部三大都會區作為中心 來進行環線高速公路的建設 並透過連線系統 串接成貫穿西部的全新南北高速公路 這個路線的規劃概念 已經類似於 今日我們所見到的第二高速公路 除了西部路網的規劃之外 還計劃沿著烏來、效益一帶 輕線高速公路前往宜蘭 此外 在計劃中也有興建東部高、南橫高的構想 讓台灣的國道規劃 終於有了路網的概念 在中長期計劃除以完成之時 由於中山高速公路的各路段 已經逐漸呈現擁擠的現象 尤其北部的路段最為嚴重 因此1983年時 便決定由先辦理中長期計劃除以中的 北部都會區環線高速公路 在路線的選擇上 當時考量台北都會區內部已經密集開發 如果在都會區內部興建高速公路 不僅土地徵收將成為一大難題 還可能會在市區 造成交通更加擁塞的惡性循環 因此 最終決定把路線往山側調整 並在山區路段以隧道穿越 這條高速公路 作為繼中山高速公路之後 台灣第二條重要的南北向高速公路 因此被命名為北部第二高速公路 簡稱為北二高 除了政府的官方文件之外 過去的新聞、報章雜誌中 也大多是以北二高 來稱呼這條全新的高速公路 這也是為什麼40歲以上的長輩 大多會以北二高 來稱呼這條全新的高速公路 在1986年 北二高計劃全線獲得行政院合定 路線齊字細緻 終點設於新竹香山 除了主線計劃之外 也計劃興建三條支線 其中的台北聯絡線 單負串接台北市區 以及北二高深坑地區的連接功能 最終在1996年全線通車 也就是我們今日所看到的國道三甲 同時為了台北都會區 與桃園都會區的交通服務 還打算興建連接板橋五谷的第一內環線 以及串接大南桃園的第二內環線 不過其中的第一內環線路線 情經板橋市區 在土地徵收困難 路廊難以尋找的情況下 最終因此被放棄 後來這條國道的部分路廊 藉由八底新電線快速公路的建設計劃 而因此復活 變成台六十四線的其中一部分 至於第二內環線 又名為桃園內環線 路線尾端將直通機場支線 並在1997年全線通車 成為今日我們所看到的國道二號前身 在北二高計畫審核通過的隔年 高速公路局隨即展開 第二高速公路後續計畫的可行性研究 在二高後續計畫當中 計畫把北二高的路線 一路延伸到台灣南端 在台灣西部形成第二條完整的南北高速公路 為了要找出第二高速公路的路廊 高公局決定以台灣未來的運輸成長量預測作為基礎 並透過運輸分析的結果 先行演出一個台灣最終的高速公路整體路網 最後再從整體路網中 找出運輸需求最迫切的路段 作為第二高速公路的路線方案 當時預估出來 30年後台灣的運輸發展需求 在台灣西部可能需要三條南北上的運輸走廊 而在台灣西部可能的三條南北走廊中 由於最中間的這條走廊 已經有中山高速公路服務 所以在中南部的第二高速公路路線 便是以濱海線與內路線兩個方案來進行選擇 當時做完運輸分析的結果是 通過竹東、大湖、霧峰、南投的內路線路廊需求量最高 但是由於這個內路線的路廊 將通過苗栗山區 需要行進大量的隧道路段 興建成本昂貴 而且將會對環境造成頗大影響 所以第二高速公路選出來的最終路線 決定在苗栗台中路段行走於海線 過台中後才改走人口較多的內路側 最後在行進嘉義、田寮、屏東之後 終點設於林邊 同時為了提供第二高速公路與中山高速公路之間 有便捷的橫向高速公路 提供用路人做轉換服務 並服務各都會區的交通需求 同時也計劃興建台中、雲林、台南、高雄與奇山 總共五條的環直線高速公路 其中的台中環線 變成了我們今日所見的國道四號 台南環線則被編入國道八號 至於高雄環線與奇山之線兩個計劃 原本是分開的兩個國道 最初高雄環線計劃從左營連接到燕巢 奇山之線則規劃從二高的田寮交流道 一路興建置奇山 後來決定把奇山之線往南移到燕巢 把兩條國道合併成同一條國道 變成我們今天所見的國道十號前身 那台中、台南、高雄與奇山之線都有了歸屬 那雲林環線呢? 在當時國道雲林環線在經過評估之後 被認為交通運輸量過低 因此計劃遭到暫緩 最終沒有正式興建 不過在國道雲林環線被放棄之後 政府決定在台灣由北而南 依序興建十二條東西向快速公路 其中在雲林興建的台西公路 古坑線 部分路段便運用了原本國道雲林環線的路廊 使國道雲林環線 得以用另外一種方式奇蹟復活 成為我們今日看到的台78線 在二高主線 以及各環支線計劃定案的同時 通往宜蘭的高速公路規劃 也在1986-1990年之間逐漸成形 原先高工局對於通往宜蘭的高速公路路廊構想 是打算從北二高的新店安坑一帶 新建高速公路前往宜蘭 為了因應這樣的規劃 北二高的安坑街道道 因此採用了複雜的複合型設計 預留了未來新建高速公路通往宜蘭的可能 然而在1987年 交通部運援所在研究通往宜蘭的快速公路路廊時 是以南港汐止到宜蘭作為研究的路廊走向 而不是原先所構想的新電到宜蘭路廊 緊接著在1990年 交通部更宣布把南港宜蘭快速公路的規格 再進一步提升為高速公路 並規劃延伸到蘇澳 至此原本的新電到宜蘭路廊構想 正式被後來的南港到宜蘭路廊取代 成為我們今日看到的北宜高速公路前身 與此同時 在二高中南部路段與北宜高速公路的建設定案之後 為了因應極為龐大的工程量 在1990年1月 國道興建工程局正式掛牌成立 專責日後台灣國道的規劃與興建工作 高工局則不再負責國道的規劃與興建 只需處理國道興建完成後的養護與管理工作 在國道興建工程局成立之後 國工局一開始辦理蘇花高速公路、花東高速公路 以及南橫高速公路的規劃案 藉此與第二高速公路、北宜高速公路配合 在台灣形成完整的環島高速公路路網 至於在台灣西部的國道路網部分 也計劃在遠崎再興建西部第三高速公路 藉此在台灣西部打造三條完整的南北向國道 而在過去第二高速公路選線時 是以濱海線、內陸線或是濱海內陸線等等各種方案組合 來進行選線分析 最終二高選擇了濱海內陸線作為最終的興建方案 在二高主線以及橫向的環織線規劃完成之後 剩下沒有被選到的路廊 也就自然的成為遠崎第三高速公路的計劃路線 這也是為什麼 當我們翻開1990年的國道計劃圖時 可以看到在台灣西部的路網中 有三條規劃中的南北向高速公路 然而在隔年發生的一件大事 便自此完全打亂了當時遠大的國道路網夢想 在1991年行政院決定將西部濱海公路計劃 升級為西濱快速公路 並與現有的中山高第二高速公路計劃配合 在台灣西部形成三條完整的南北向高速公路路網 然而西濱快一加入之後 就跟台灣原本的國道路網計劃 產生了相當大的路廊進和關係 由於西濱快權限是沿著海岸布設 導致西濱快會與第三高北部路段的選線太過靠近 最終第三高的規劃便因此終止被西濱快所取代 西濱快的出現除了導致第三高速公路的規劃案被打亂之外 也使原本第二高速公路的計劃藍圖再生變數 由於第二高速公路的中南部路段 最終是選擇濱海內路線作為興建的方案 這導致了沿著濱海布設的西濱快 在新竹到台中的區間 又產生與二高路廊相距過境的問題 為了避免兩個路廊重複投資的爭議 使得二高在新竹到台中的路段 又再次重新考慮了內路線的興建可能 這也是為什麼 在1991年到1993年左右的陸王計劃途中 在新竹到台中的區間 我們往往可以看到圖面上 同時存在著西濱快 國三濱海線 國道一號 國三內路線 總共四條的高快速陸王計劃 不過西濱快樂出現 雖然擾亂了原本台灣的高快速公路網計劃 卻沒有交習台灣對於公路建設的野心 與此同時 正值台灣前沿角目 經濟蓬勃發展的時期 不只連接台中到花蓮的中橫快速公路 在此時提出了正式的可行性研究報告 時任的李登輝總統與郝伯村院長 為了要讓台灣未來的經濟 持續繁榮發展打下基底 更提出了台灣史上規模最大 總計約8上5000億投資規模的 大型公共建設計劃 計劃全名為國家建設六年計劃 簡稱為六年國建 在六年國建中 除了納入西濱快樂建設之外 為了提供西濱、國一、國三之間 便捷的橫向快速公路聯絡網 決定由北而南興建十二條東西向的快速公路 這十二條東西向快速公路 今日都已經宣告完工通車 不過當時東西向快速公路的計劃 是交由台灣省公路局 以及台灣省諸都處辦理 而不是負責國道興建養護的國公局高公局 由於兩者的負責機關不同 因此東西向快速公路沒有被編入國道 而是被編為紅盾牌的省道 回歸正題 此時台灣的高快速公路網計劃 除了一定岸的二高、北一高、西濱快 與東西向快速公路之外 環繞東部與貫穿中橫的高快速公路路網 也在此時如火如荼的規劃當中 在這樣的基礎之上 在1991年 國道興建工程局又進一步提出了 國道台灣區快速公路系統 入網計劃 作為遠期台灣國道的建設方向 而由於過去二高選線時 是在台中以北選擇濱海線 台中以南選擇內路線的組合作為建設方案 由於台中以南的濱海路線 沒有被選為二高的興建方案 因此這條路廊最終並沒有興建成功 不過此次國公局所提出的全新路網計劃中 便把台中以南為被選到的二高濱海路線 百步復活 修正成為全新的中央快速公路計劃 此外 國公局更在這次的計劃中 就再新增了出條全新的國道計劃路線 一條是從新竹與桃園出發 一路貫穿雪山山脈抵達宜蘭的北橫快速公路 以及從台中環線的尾端開始 再興建一條快速公路 往新設瑞月潭水里前進 這條快速公路將在台灣中部形成一個半環線 因此被命名為中部環線快速公路 此外 為了改善花東濱海與花東縱古平原之間的連結 更計劃再額外興建數條國道支線 連通至東部濱海地帶 如果這些遠期的路網都成功實現 將使得當時規劃與興建中的高快速公路路線 總體乘數超過2500多公里 形成遍及全島的超便捷高快速公路路網 也就是我們現在畫面中所看到 全盛時期的台灣高快速路網規劃藍圖 在這集的影片中 我們帶大家了解了從1960年代到1990年代的高速公路規劃史 並帶大家來到了台灣高快速公路網規劃的全盛時期 然而當我們對比今日的路網圖就可以發現 最後不僅西部的二高內路線沒有實現 連同環島高速公路 甚至是中央快速公路 中環快速公路 北橫快速公路這些計畫 最終也都通通沒有實現 究竟在1990年代末到2020年代之間 台灣發生了什麼大環境的重大變革 使得這些計畫最終通通落得被暫緩的領域呢? 而這些已經被刪除的計畫 像是環島高速公路、北橫快速公路等等 在未來的某日又是否還有機會能實現? 那在遙遠的未來,台灣又將有哪些全新的高速公路即將投入服務呢? 這些內容我們都會在下集持續來跟大家揭曉 所以大家如果不想要錯過下集的精彩內容 就別忘了幫我按下一個喜歡加訂閱並開啟小鈴鐺喔! 另外,由於這集是國道時的總會整篇 所以沒有辦法針對各個計畫內容做太過詳細的說明 大家如果想知道北橫快、中環快、中央快 這些國道的詳細計畫 可以去影片下方的資訊欄 觀看之前的影片喔! 另外,我現在都會把影片資訊濃縮成圖文 放在我的個人IG上 大家也可以去我的個人IG看看喔!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啦! 各位掰掰! 如果你也想成為下一位爆紅創作者 請打開下方資訊欄連結 一起來投稿吧!